第2101章 首府出马上 因为高拱的爆料虽然劲爆 却都是围绕着他 他妈 他黄考的秘心 如何能够向天下人展示呢 正憋却着没法呢 司里见当职丙比太监张成 急匆匆的进来寝殿 这张成啊也是张红的干儿子 张经的把兄弟 如今的内厅 已经彻底被他们一门子给拔持了 皇上 有小丁的淡张 因为尸体关天 奴婢直接给皇上送来了 张成几眉弄眼地对着万丽道 这小丁就是丁慈吕 他和小杨杨可丽 小李李直 小江江东之 是最初投靠万丽的四大金刚 深得地心 跟张公公们配合的也是十分默契 有那么夸张吗 万丽皱着眉头接过的淡张 打开一看 这见是丁慈吕啊 弹劾礼部左侍郎 兼汉林士读学士高启瑜 在万里七年主持应天相试的时候 命题曰 顺亦以命语 为阿妇顾太师张居正 由劝尽受禅之意 为大不敬 那丁慈律说呀 所谓顺亦以命语 一来呢 是恭为张居正 有神与救世之功 二来 则以顺与善让之词 来宣扬有德者居天下说 那前台词就是 皇位不应该是父子间的传承 而是应当像顺 与之间那样实行善让 这个题目的险恶居心 便昭然若即 就是在为当代大雨 去接受善让 做舆论准备呀 那这一攻击既险恶又毒了 哪怕是万历明知道 这是在给张居正罗知罪名 却依然勃然大怒 他想起了万历八年 自己险些被废掉的那一次 因为一点小小的错误 到底犯了什么错 他早就已经不记得了 却永远不会忘记 自己被母后罚在祖庙 跪着读了那一天的霍光传 虽然因为陈太后的拼命求情 自己侥幸涉险过关 却又被母后逼着下了罪己诏 张居正你的罪己诏 更是毫不留情 把他骂得是一文不值啊 但是万般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满心屈辱地照发了 事后他自觉 威望扫地无言以见天下人 躲在宫里面 好几年缓不过劲了 结果落下了一个 不愿见人的毛病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御宅族 丁慈旅谈和高启渔这一本 算是把万历皇帝 心里头的尘骨子烂枝们的 积怨彻底都给翻腾了出来了 当然呢 说张居正要篡位万历是不信的 张太师都已经成为了 种种枯骨了 也没见他动手啊 但是他不把自己 这个皇帝放在眼里 以伊尹字况却是千真万确的 但张忠提到 张居正对别人奉承他 为伊尹居然坦然受之 伊尹是辅佐成汤 建立商朝的骨质贤相 不假 可是他也放逐了太甲呀 太甲是成汤的孙子 继位之后荒淫无道 这伊尹呢 就将其放逐同宫 也就是成汤的亡灵 自己执政了三年 直到太甲毁国之后 才又把他给迎回来复位 张居正以师父和辅政宰相的身份 时常严厉地管教皇帝 难道不正是以伊尹自居吗 他是闲想伊尹 那自己这个皇帝 岂不成为了无道的太甲吗 这怎么能忍呢 朕还是太义呢 万里冷横一声 将那刀弹章给丢到了张诚的脸上 棱笑道 送去文元阁吧 真要看看 内阁到底会如何出票 而这边啊 张诚刚将弹章送去文元阁 那边正在李治家中吃酒的众人 便得到了消息了 李治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他本来是安排着邹元彪 联合几位大辽 上着这一本的 但是邹元彪见东林一党呢 四人被拉走之后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感觉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邹元彪死来想去的 还是缩了 李治问他是不是有人给他压力 他也不说 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血上头 就不顾一切的青年了呀 十年的戍边生涯 让他学会了很多 李治无奈 只好让丁茨律上本 但是没了邹元彪 这种名满天下的人物来领衔 是请不动 邱顺 赵世青 余茂学这些个二三品高官联署的 没法打出王诈的效果来 那就只能靠着数量取胜了 他安排了一票严官与丁茨律连署 还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 给此案定性打辅助 不过还好还好 双冠齐下 祭出如神 果然击中了皇帝的要害 击得他登上了前台 现在 就看咱们首府大人 敢不敢跟皇上唱对台戏了 李治夹了一筷子凉拌耳丝 美美地细嚼了起来 那是肯定不敢的 杨可丽等人笑道 这可是谋逆大罪啊 人人必知不及 不过 首府大人跟京人 好像是殷亲吧 丁此吕忽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是又如何 首府大人早跟张某形同没落 这些年在他手下受尽屈辱 不落井下石 就是元温厚道了 他疯了吗 会替京人扛这种大狱 就不怕重蹈下跪西的覆辙 是是是 证人纷纷点头 假设 我是说假如 丁此绿牙是开炮的那个 担心当然是多了些 袁府替他扛了 怎么办 几个言官不做声了 都是望着李直 李直不紧不慢地咽下了凉斑耳丝 又瞎了一口老白肝 方氏冷笑道 那就把他一起干下去 彻底清空内阁 那就太难了吧 就像那天江东芝说的 袁府的人望太高了 很难撼动他呀 想多了 小兄弟 赵修宁才当了几天的首府 论权清朝野 知首遮天 远不如当年的严分仪 论功在设计 身浮众望 亦远不如后来的徐华亭 但是 分仪华亭又如何 还不皇上一句话的事 就让他们卷铺盖回家了 还能不明白吗 这大明朝的主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皇帝 臣子站得再高 也摸不着天 天一刮风 就摔毁到地面上了 小杨杨可丽 也是得意洋洋地附和道 话是如此 丁辞里皱眉道 就怕皇上下不了这个决心呢 赵将功也是帝师 而且跟皇上感情甚多 咱们还有最后的杀招没使出来呢 怕啥 李直却是满不在乎的一仰博 饮尽杯中酒 你是说 众人文言心领神会地吟笑了起来 方才压力山大的气氛 那灯是也就荡然无存了 沙尘暴在下午的时候杀住了 京城变成了黄蒙蒙的世界 文元阁当中鸦雀无声 首辅之房却亮着灯的 两位大学士刘东兴和许郭也在 三人围着丁辞里那份弹章 已经传没许久了 太恶毒了 两久许国方愤然派安道 切将附会 室闻罗知 这是要大型文字玉吗 是啊 这是论语中的原文 而且也不是他们编排的意思呀 刘东兴也是点头的 真是用心恶毒啊 论语原文是 摇曰 滋 尔顺 天之利数在尔宫 云直其中 四海困穷 天路永中 顺 亦以命语 意思是啊 姚在让位给顺的时候说呀 咦 能这个顺嘞 现在啊 该能来挡老大了 但能呀 好好的弄 要是弄不中了 能就趁早高担来 外人得对着 然后顺 在传位给宇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的 第2102章 首府出马 下 但这是孔子在讲 天命不是一成不变 论述的重点是 姚顺的天命观 而不是他们 传承王位的方式 我知道 你知道 他也知道 咱们仨都知道 赵首府愁眉苦脸地 抽着水烟带道 可有什么用呢 难道皇上就不知道吗 皇上倒然知道了 他可是张太师 十几年含信入苦 教出来的学生 许国愤然道 皇上既然看过这道弹章 那就直接批红好了 看完了什么都不批 又发了内阁 是什么意思 试探我们吗 袁佛 这个票该怎么出啊 刘东兴跟赵首正是同年 赵首正跟许国是同年 但是刘东兴跟许国 并不是一路人 所以并不符合他的牢骚 赵首正摇里摇头 咕噜噜的一阵道 先不票你了 我打算上个本 把这件事情 连同之前 汝墨兄那事 一并说道说道 如今朝中 清雅之风甚嚣 已是人人自卫 我这个首府总 装聋作哑算个什么事啊 袁佛三思啊 刘东兴是盲劝的 之前袁佛也说过 皇上压抑久了 如今啊 正是报复性的 揽权用权之计 应该尽量疏导 不能强硬反对啊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还是带齐耍够了 消停了 再一一收拾局面为上啊 只怕那就晚了 之前辱墨上辞城的时候 就劝我 先别着急着表态 但是现在看来 那些人不把张太师 祖坟刨了 再把党到的人 全干下去 是不会罢休的 袁佛说到点上了 许国大声附和 就是这么回事 他们这是清算张太师吗 根本就是挑战内阁 想回到从前九龙治水的状态 说起来啊 也是很有意思的 当年夺青风暴的时候 许国还是跟着 阎官们站在一起的 他不顾场位的监视 给被停账的爱慕送行 还赠起了一只贵重的玉杯 上课诗曰 斑斑者和 便生泪 婴婴者和 蓝生气 追之逐之 永成气 又送给了另一位 被流放的邹元彪 吸脚杯一只 上课诗曰 文阳一脚 齐礼尘佑 不惜剖心 宁辞碎首 黄流在中 为君子寿 可谓对两人 是不恋意美之词 谁知 世事难料 当他也成为了 内阁大学士 在对上阎官的时候 终于也是体会到了 当初张相公的痛苦 和阎官的可恨 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刘东兴还想要再说什么 赵首正摆了摆手 割下了水烟带刀 我意已决 景川不必再劝了 抛开私人感情 身为首府 我也必须主持公道 狂正刚机 恐怕这不是 皇上想要的答案 刘东兴有些艰难道 皇上要什么给什么 那不成产臣了吗 徐国哼了一声 掌军之恶其最小 冯军之恶其最大 说得轻巧 那些人啊 罢不得袁府出面呢 你信不信啊 这道书一上 他们马上就会 弹劾袁府 是张党啊 那也不能怕了他们 冯府 我跟你一起联署 杀也杀这股不正之风 皇上要真被小人蛊惑 掀起冤狱 我就跟你一起去诏狱 鲁莽 那正中了他们的激将法 好了好了 赵首正赶紧叫停了两人 咳嗽了一声的 天不早了 天不早了 你们先回去吧 让我好好想想 咱们明儿在意 冤妇 冤妇 行了 脑人疼 赵首正确实闭上了眼睛 靠在了椅背上 揉起了太阳穴了 我们先出去了 我们先出去了 许郭和刘东兴无奈告退 都出门老远了 还能听到他们俩的争执声啊 赵首正摇头苦笑 准备构思一下奏章 确实又感觉 要说的太多了 一时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而且啊 真的是脑人疼 便是拿起了 掐子法郎的白桶水烟袋 将这烟管稍稍提起 再从这吸管当中轻轻一吹 便将只剩下一团暗红色的灰炭 从这烟碗当中吹了出来 然后他又换上了一碗烟丝 点着了咕噜噜咕噜噜噜的 抽了起来 一带烟还没抽完呢 他就坐在了椅子上睡着了 直到墙角的暴石中敲响 他这才一下子惊醒 便见到最忠实的老友范大同 早就等在了一旁了 赵首正啊 这才不好意思的擦了擦嘴角的水浸道 哎呦 我睡了多久了啊 俩小时 你怎么不叫醒我呀 赵首正看着空空如也的体本 不禁埋怨道 范大同笑道 兄长日夜操劳 能多休息会儿多好啊 我这还有正事呢 赵首正拿起了毛笔 看了一眼这干干的笔头 又割下了 那算了 回家吧 家里有作家呢 自己干嘛费这个劲啊 第二天一早 赵首正便是呈上了作家连夜写就的体本 他请皇帝啊 不要轻信 申闻罗之 牵强附回的控告 否则呀 谗言必将接踵而至 并要求将不顾经职 先大臣与大逆的丁瓷旅调离督察院 转任地方 以以警校友 此外 赵首正还主动提到了前番 几个言官弹劾考官为张太师之子 开后门的案子 他解释说呀 考官只具文艺 安之姓名呢 似不宜以此为罪啊 而且身实行担任主考的时候 自己是副主考 可以证明他自始之中是秉公的 不过为了维护伦才大典的神圣 也是为了维护张文忠 众考官和静修四人的情欲 可由督察院 会同礼部 在摩刊静修等人的试卷 检查是否有通关节的证据 那倘若是真能够证明 有通关节的迹象 臣当与身实行一同领罪 此外 还可以斥定礼部 会同督察院考核 静修四人的观评 以定去留 总之啊 一切按照程序来即可 不应该只停留在 道德攻击的层面上 那样什么事都耽误了 最后 赵首正提醒万力 自己身为首府 其则在 谢礼阴阳 那么 什么是阴 什么又是阳呢 他通过这些年为胜的经验 认为啊 可以宣之于口的 道德理想为阳 那么 那些不能告人的私欲 则为阴 人的心中 往往阴阳并存 自己也不例外 但是身为君子 要平衡心中阴阳 作为首府 更是要调和 朝中的阴阳 所以啊 自己必须要站出来 使不消者 由之忌惮 而贤者 有所依归 让朝政 重回正规 那最后的最后啊 赵首正 又是苦口婆心的劝道啊 都是因为 陛下久不上朝 才会这般的乱象丛生 人心混乱 所以啊 赶紧上班吧 陛下 这份 言辞 恳切的奏章 将一位 宰府调理阴阳的能力 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他在劝诫皇帝的同时 对着进来朝廷的正朝 进行了梳理 告诉皇帝 没有人是傻子 大家都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提醒万利啊 不要被人给利用了 同时 又保全了皇帝的面子 给足了皇帝台阶 好像万利 只要一恢复上朝 马上就万事大吉了一般 第2103章 因为朕要赢 所以你们都得输 而且他也没有棍扫一大片 仅是针对了丁瓷履一人 仅要求略施博成 给事件定性就可以了 那读霸全文 一位顾全大局 责难陈善的伏辟形象 跃然直上 让人十分的感动啊 可惜不是所有人都吃他这套的 赵守正的奏书报完之后 李芝是震惊之余 知道此事绝不能后退 否则就要前功尽弃了 他马上开始组织人 弹劾赵守正 身为宰府 不思拨乱反正 管开沿路 反而效仿前任 前置磕道 还极力地替前任遮掩 莫非是与前任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他们还利用赵守正建议 将丁瓷履外调一条 召集磕道集会 极力地宣扬太祖组织 阎官论事无罪 煽动阎官同仇敌忾 一起攻击守府 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 自己捅了个马蜂窝了 赵守正被弹劾当日 案例上本请辞 回家等候处理 那同日呢 内阁剩下的那两位 阁员 刘东兴和许国 联名上本请皇帝 为留原府 约束阎官 于是 李芝一党又弹劾了两位大学士 两人也上本请辞 回家去聊 内阁位置已空 阎官们与内阁的斗争 终于是事成水火 大白于天下了 但很快 吏部尚书赵锦 左都御使吴时来 护部尚书扬威 李部尚书神礼 兵部尚书石兴 公部尚书潘继训 通正使 陆光祖 大力卿 温纯 以及处伏张卫等 十四位侍郎 也加入了战团 他们纷纷上本 力挺内阁 反对阎官滥用职权 亲临宰府 没想到六部九卿 尚书侍郎 居然是一起 替内阁名不平 这阎官们 当时傻眼了 拜托呀 这是谋逆大案了 这大人物不是 应该爱惜羽毛的吗 怎么拉着手 往火坑里跳啊 这万里皇帝 也蒙圈了 这跟自己设想的 剧本不一样呢 不是说天下的官员 苦张居正久矣吗 不是说好了 朕是光 朕是电 朕是唯一的奇迹的吗 啊 奇迹呢 朕一出手 应该全部惊我寒蝉 大气不敢出才对啊 这怎么 这阁部大臣们 全都扑上来了呀 前清宫中 他百思不得奇迹啊 也不是都上本了 还有右总县 邱顺 少中宰 赵世青 少司空 余茂学 几位没有发声呢 张承宽慰着皇帝 你怎么不说 刑部尚书 也没上本呢 万里是气不打一处来呀 朕为他们平反 替他们出气 朕还要谢谢他们 没反咬一口吗 是 是 那皇上 咱们下一步 怎么办 怎么办 朕将丁慈旅 参高启玉的 淡章空白 转给内阁 这意思已经 再明确不过了吧 他们这是 公然地与朕对抗 张承的脑海当中 闪过了之前的一幕 哈 朕还是太乙呢 皇帝冷横了一声 将那刀弹章 丢到了他的脸上 冷笑道 送去维阳阁吧 朕要看看 内阁到底会如何出票 闪回结束 这会儿呢 他脸上还隐隐作痛呢 想必这皇上的脸呢 也是一样的火辣辣吧 那这一刻 万里想到了自己的爷爷 也是在这乾清宫中 面对木无君上的 阁部大臣吧 那时候 世宗宿皇帝才十六岁 比自己还小六岁呢 而且太后跟外臣 更加亲近 阎官也全部都 站在他的对立面 爷爷那个时候 是何等的孤立无援呢 遇到的困难 比自己要大上十倍 可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最终赢得了大礼仪 成功地把文官集团 压在了身下 爷爷的成功经验 早已经为自己 指明了方向了 葫芦娃一定会来救我的 不不不 是身为九五之尊 本身就是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场君臣的较量当中 为君者 关键是咬住牙 只要坚决不服软 耗到最后胜利 一定是属于皇帝的 那么现在 在爷爷曾战斗过的地方 自己怎么能够低头呢 一念至此 万里感觉自己 全身都充满了力量了 他便是收起了愤怒与惊慌 模仿着祖父那坚韧 从容的表情道 该怎么办怎么办 大不了都回家去 没了他赵图户 朕还吃不了带毛的猪猪吗 这边 张宏赶紧把皇帝的意思 转告给了汪汪队 李直等人 其实呢 是被公卿大臣们的反应给吓到了 把大领导们都给得罪了 这往后还咋混呢 而且阎官内部也分裂了 江东之等江南系的官员 与他们划清了界限 转而上本力保师祖 那一时间 磕到风雨飘摇 大有玩崩了的架势 幸好万里皇帝及时表态 坚持到底 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就说吧 陛下酷孝乃祖 是绝对不会像臣子低头的 李直是长长地松了口气啊 唉 我们这步棋 走对了 是啊 我等虽然现在受些孤立 但越是这种时候 胜券也越是牢固 小丁丁慈吕红着双眼 一脸的亢奋 好像是吓得连日 彻夜失眠的那个人 不是他一般 皇上是绝不会放弃我们的 只要是能够熬过这场去 我们就是皇上的铁杆重臣了 飞黄腾达就在眼前 八成还能够像张贵二宫那样 入阁百相啊 小杨杨可丽也是给大伙的打气道 那还有什么好怕的 上 李直嗷嗷的一声 誓以至此 也只能是倒率不倒劲 摇牙硬扛了 于是啊 二十几个言官也是联名扛书 寸步不让 他们不愧为职业喷子 居然是从大名利的鸡脚嘎拉里面 翻出了一条大罪来 给这帮子不堂高官扣上了 上言大臣得正罪 凡诸衙门官吏 及世庶人等 若是由上言载职大臣 美政财德者即为奸当 物要拘问穷究来历明白 犯人处斩 妻子为奴 财产入官 若是载职大臣之情与同罪 不知者不作 大名律 利律 那言官们抗书曰 滤进上言大臣得正 而这席请留居正一封 俯臣辞位 群起奏流 暂得成功 连章累读 此 铲鱼之急 甚可吃也 祖宗二百余年以来 无见官论事为格部弹劾者 则又拥毙之箭 不可掌野 意思很简单呢 就是这群力挺首辅的大臣 那全部都是犯罪了啊 这是张居正独裁时期的遗毒 每当府臣要辞职 必然一起挽留 歌功颂德 马屁军天 实在是谈媚至极 而且啊 我们汪汪队 是皇上的狗啊 可不能够让这下面的人给打了呀 是吧 陛下 既将大臣联合力保大学士 归为张居正遗毒 又提醒着皇帝不可自费找牙 言官们的这波反攻 还是很有水平的 此书一经报文 这尚书侍郎们 也是纷纷上了辞城 回家偷懒去了 不 什么 这等待处理了 这下啊 京里面的各部院寺长二 哎呀 那便只剩下了幼都御史 邱顺 吏不左侍郎 赵世青 护不侍郎 于茂学 等几位反张派了 整天面对这下属异样的眼光 就很尴尬呀 那紧接着 各部的郎中园外郎主 是七品以上的官员 也是齐刷刷的联名上本 请求自家唐上官 哎 并且表示啊 如果这算是上言大臣得正罪 那就把我们这千把人一起砍了吧 第2104章 大厨开火 上 哼 这威胁谁啊 真是不会求他们付出世事的 万利看着奏本上那一长串的名字 心里面是一抽一抽的呀 而像这样的奏章 他面前还有一箱子 想到再过一些日子 南京和各省的奏本 也会如同是雪片飞来吧 万利是一阵阵的心力憔悴 只能是一遍遍地看着他特意让人挂在墙上面的画像寻找力量 欲象中的嘉靖皇帝 头戴一扇关身穿滚龙袍 一扶因为朕要赢 所以你们都得输得拽拽表情 端坐在龙椅上好像在对自己的孙子说 别低头 黄冠会掉 别服软 闻官会笑 只是爷爷呀 这虽千万人无网以的滋味真不好受啊 万利难难地说道 真怀念张先生在的时候啊 呸呸呸呸 这说他妈什么的这 他猛地警醒 差点给自己一耳光 那恶观满盈的伪君子有什么好怀念的 真是太贱了 想让他们知道 朕不怕他们请辞 这朝廷缺了谁都腾掉的一样转 万利再次充满了力量 咬牙切齿道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进是满地跑 他决定啊 换不了思想就换人 这当然也不是全换 这重点换几个格部高官 应该就能起到 敲山正虎的效果 了吧 于是啊 万利开始琢磨人事安排 结果想破脑袋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了 因为他本来就对外臣不太了解 知道名字的官员呢 够资格登堂入阁的 都已经是上门请辞了 汪汪对那些个又品级太低 总不能够把七品官 直接提拔成二品尚书大爵士吧 那也特意荒唐了 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让力部举荐的 可是力部从上书到主事都已经撂挑子了呀 总不能够找个书办来问问吧 他只好让张红再跑一趟李直家 让严官们举荐几个人选 李直等人闻命之后 兴奋极了 连夜热火朝天的商讨了起来 可结果差点没把这屋顶给炒翻了 虽然只是让他们举荐 而不是让他们当官 但要是连上书大学士都是自己推荐的 那还不够吹一辈子的 往后的路还不躺着走啊 直到天亮 众人才勉强达成一掷 剧本上奏 第一个人选呢 是险些逼死张居正的王熙爵 大厨原官詹士府詹士长汉林渊 还当过南北国子监的校长 副校长资历足够 门生顾立满天下 又因为在夺情事件当中的惹眼表现 在海内身浮人望 推荐他入阁可谓是水稻渠成啊 而且王熙爵是理直的管师 杨可丽和丁慈吕在古子监的校长 自然得到了三人的一致力挺 而另外两个人选呢 是原南京刑部尚书张岳 当初夺情风暴当中 两京各部长官纷纷上本未留原府 读他持书请居正奔丧 结果惹恼了张居正 适逢考察经官 便是被弹劾落职 贤助至今 严官们推荐他出任吏部尚书 还推荐了一个前任吏部侍郎 何元出任左都御史 此人呢同样是因为忤逆了张居正 被弹劾 把关归家的 那至于同为保皇党的右都御史 邱顺 吏部左侍郎赵世青 护部侍郎余茂学三位 却因为一直不肯替严官出头 被他们给排除在外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知道 你们的官位啊 是我们推荐的 能推荐你们 也能推荐别人 万历看到任选觉得很妥 便直接特指剑拔三人起腹 旨意八百里加急 分送太仓 鱼瑶 江西广昌 然而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三人接到旨意之后 接上书谢绝了皇帝的好意 张月表示 大臣当要停推 终止剑拔非礼也 望吴皇三思 何元更是直言不会说 听推乃祖宗成立 贤是众望所归 今皇上无事众议 以终止指定微臣 是乃于众臣偶弃 非圣君所为 这万历的鼻子差点气歪了 好家伙呀 真要提把你当布团 你非但不领情还骂我 这也推不是太剧了吧 不过这两位的奏章跟王熙爵一比啊 还真是小屋见大屋了 王熙爵在他的 殷实抗言辞恩命书当中 因为言辞过于激烈 而险些把皇帝给弃晕了 翻译翻译啊 其大略意为 启奏陛下 臣有三不能奉命付出 一者未经停推 不能奉中旨 有为组织 二者身为老师 不能管教品性恶劣的子弟 退为师表 三者身为前辈 竟被别有用心的后辈推荐 实在不能铁言奉照 臣另有不平者八 一是张居正为相时 还是干了很多有意的事 是有大功于设计的 而且他是陛下的老师 不应该全盘否定 那些劝陛下 将其彻底批倒批臭的人 是陷下于不义 还是想要借机上位 其用心令人怀疑 二 言官们忘揣上意 以为陛下纠正居正的过时 就是要把他们全盘否定 于是自以为得计 开始全面倒章 这跟当初逢迎张居正 替他攻击正敌的那批谄媚之臣 又有什么区别呢 三是 先前张居正时 邹元彪 慕爱 那些公然抗言的 上称勇气 现在张居正死了 那些言官才蹦出来 欺负死人 不能开口是吗 只能说 是一群坟头蹦迪的投机分子 四 是言官们 现在创为一种 封赏 以为 普天之下 除却贱言之臣 别无人品 然而 其除却搜刮张逢旧事 别无贱言 难道国家 能靠这一群嘴炮来治理吗 我看他们 连宪令都当不明白 武士 这些言官 以忠人之资 呈一言之会 超越朝右 日寻割锚 为敌是囚 仅因一言相左 便日谋首任大臣 此不平之大也 六世 言路痛言 居正 专权跋扈 顺畅逆亡 然而 现在的元府 赵守正 勃然处中 唾面不适 以强培诸臣之贫孝 不过为众国体 其人才而 换上这样的首府 总该满足了吧 然而 这些碧阳的 却以为 他不足畏惧 而欺凌他 受其优待 则认为是在笼络我 而被人弹劾 则以为 是他指使人攻击我 上本求去 而票允 则以为逐之 票流 则以为苦之 或票虽留 而指欠温 则以为 阳顺上意 而阴忌之 喘息纵横 千经万疾 令人无路可去 无门可解 真他们连喘气 都是错的呀 其实 请皇上 事关典籍 自古即今 岂有人臣操天子之权 小臣至大臣之命 至此 吉而朝不乱国 是不咬者乎 八世 臣在底报中 看过阳官们 前后争辩之书 其自命 一则曰孤臣 一则曰善类 然而 自古以孤臣 孽子并称 此为 臣子不得意于 君父者言也 今阳官 自卫得君父 不得君父 而且这些人 岛章 真是出于功心吗 我看 还是为了名利吧 不然也不至于 不分青红皂白 还到主上之威服 以小臣 举荐大臣 其狂妄备乱之急 臣以为 此未必善类 此八不平者 如果出自张居正所亲近的人 或者是严官们 反对的人之口 还可以说是出于种种私心 但臣是张居正 切齿痛恨之人 又是严官们交口推荐的人 臣不是怪胎 为什么要做这种轻折痛 愁折快的事情呢 就是因为这三不能八不平啊 臣山居实在 朽诸枯木 不是妙郎之用 只能貌似请辞陛下恩命 只是惋惜 只此千载难逢之时 天清日明 本无一事不幸 却因为百官苦征 无影之是非 而朝纲混乱 盛世光景急转直下 臣急得满嘴起大炮啊 古儿貌似禁言 仅具走文 第2105章 大厨开火 下 我你妈 骗完了王大厨火力全开的这盘大菜 这万力差点直接挠一血 皇上皇上 郑贵妃赶忙扶住了仰面栽倒的皇帝 还好有双安全气囊 我你妈 我 万力靠在了郑贵妃的怀里 气得已经没了力气了 只是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这么一句话 皇上 奴才这就派提起 把这个敬就不吃吃发酒的东西给抓了 张经赶紧给皇帝出气道 我你妈 抓你娘个蛋呢 万力一听 这火啊 又蹭地窜了上来 咆哮道 神家还没跪口左顺门呢 这轮得到你俩上场了吗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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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力是看到这次就心烦了 随手抄起了金坛员 就朝着张经的脑袋丢去 麻痹地让你们推荐的 就推荐这么个山炮啊 张经也不敢躲避啊 只能咬牙 用脑袋硬吃这么一击 那可是纯金的呀 咚的一声好家伙嘛 眼冒金星 显现没晕过去 一锤定音呢这是 失望鲜罗湾的江南浩甲板上 赵浩几乎是跟皇帝同时 读完了这份走报 笑得是前仰后合 你哥这战斗力啊 跟海钢风一拼呢 好一阵子他才忍住笑 擦着泪对着王顶决道 海公是大明神剑 他就是大明神棍 这一闷棍下去 谁能遭得住啊 谁让那帮家伙好死不死 竟然举荐他呢 难道他们举荐之前 连背景调查都不做的吗 王熙爵虽然不是江南集团的 但他爹他弟事啊 他儿子甚至他闺女 还是赵浩的弟子呢 从谈阳子论的话 他还是赵浩的徒孙呢 推荐这种人 不是毛坑里面打灯笼吗 不过你哥这一下子 痛快就痛快了 也把自己付出的路 基本给堵死了 赵浩叹了口气 大厨可是有着守抚命的 不会让自己这个扑冷额子 给折腾没了吧 大哥虽然好冲动 但上这道本 应该是下定决心 不再出山了 王顶决轻叹了一声道 过年和他聊了聊 感觉他心态转变挺大的 赵浩点了点头 其实啊 他对王须决的情况 还是了解一些的 像大厨这样 卓而不群的齐男子 是一定会得到 特科的关爱的 女儿兼师傅生仙之后 王须决先是跟王世珍 在谈阳观里 一起修仙几年 可结果呢 修来修去毫无进展 连个金丹都没有结出来 那倒是结出了 胆结石和慎结石 而且啊 这么些年 也没有等到师傅来接 他不仅是有一些灰心 觉得自己啊 可能不是修炼的料了 再加上跟王蒙主 出酒了 大厨也渐渐发现 此人貌似宽宏雅亮 实则心胸狭隘 口口声声的淡泊名利 实则功力心极重 就连他拜师修仙 都有可能是在利用 自己妇女的影响力 来拉帮结派 维持他的影响力 意识到这点之后 王熙觉这种爽利的汉子 自然是累绝不爱了 正好 王氏真要去南京办报纸 王熙觉便借口回家照顾老父 和他分道扬镳了 王孟祥呢 虽然从南海集团 董事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但他是江南集团创始股东 在集团内外的影响力都很大 退休之后也闲不住 到处走走转转 听听 陪着老爹海内海外的转了几年 王熙觉的思想 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作为一位书都经史 学术造诣深厚 曾担任谷子健祭酒 并且领导过汉林院的资深学士 王熙觉一直坚信自己 已经具备了载质天下的能力 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术 说白了 就是外儒内法 国家是靠着道德来威信的是不假 但是 其实内法才是核心的 不过法家那套不宜直接试人 需要加一装表 将法术士藏在冠冕堂皇的文读当中 以无懈可击的姿态搬行天下 这就是非汉林不能入阁败相的原因 但这并非这轻视道德 王熙觉坚信 上古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使用 社会道德程度越高 需要法家的地方就越少 如果能够回到三代之治那样的理想社会 那就可以彻底告别法家了 那当然身为朝廷重点培养的处像 他身知三代之治 只是无法实现的儒家政治理想 治理国家的实际目标 应定为将百姓不羁不寒的低标准 尽可能的持续长久 因为饥荒会加剧社会动荡 对朝廷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所以只要让大部分的老百姓有口饭吃 日子过得下去 不起来造反就行了 追求更高目标就太不切实际了 因为历朝历代都没有能力让大部分百姓 依紧食肉 哪怕是孟子描绘的王道乐土 也不过是畅想着70岁以上的老人 可以像统治者一样吃上肉 而且食肉者们也没有那个意愿 让所有人都吃上肉 这道理很简单 对于挣扎在饥饿边缘的草民 只需要提供一点糙米烂谷 就能够让他们感恩戴德 对一群吃肉的汉民 哪天让他们吃不上肉了 那可就是要横生不满的 然而在江南集团治下发生的变化 严重动摇了王汐决的信念 也摧毁了他自诩载辅之财的交往 在江浙敏月和海外行政区的所见所闻 让他发现 孟子想象的王道乐土 并非是什么高不可判的标准 孟子是怎么想象的呢 他说呀 无亩之宅树之以丧 五十者可以依搏矣 鸡屯苟治之处 无失其食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物夺其食 八口之家可以无鸡矣 仅养婿之教 深之以孝涕之矣 斑白者不负待于道路矣 七十者依搏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 然而不亡者 为之有也 简单的说呀 就是给八口之家 发五亩宅 百亩地 让他们可以安心种丧 养畜 耕田 并且开设学校教化他们 尊老爱幼的道理 让白发老人 免于劳苦 这不就是江南集团 在海外为百姓做到的事情吗 孟子还信誓旦旦的道 这如果能够让 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穿丝衣服 让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吃上肉 让老百姓 不挨饿受冻 要是这样 还不能统一天下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江南集团之下的 寻常百姓 早就已经摆脱了 挨饿受冻 而且远不止是老年人 才能够过得上 一搏食肉的生活 他们的学校 甚至向广大的青少年 免费提供肉蛋奶 那意味着 那意味着什么呢 大厨可不敢想了 一想 就失眠 第2106章 赵老板的降头术 在江南集团治下地方的建文 让王熙爵明白了 原来总是向往三代之治 想要开历史倒车 那是不对的 只有没本事 让百姓摆脱贫困 只能靠着压榨民之民膏 来维系的政权 才需要那些育民武输 然而 贫民 贫民 弱民 愚民 辱民 辱民的同时 也是在削弱国家本身 所以国家 也就既无开疆拓土的能力 亦无改善民生的动力 只能一天天地等待腐烂 知识分子都知道 那样是不对的 从王阳明时期 负有责任心的读书人 就意识到大明病了 他们苦寻病根 探求救国之路 七记让大明跳出 治乱循环的覆辙 但居正改革的失败 彻底证明了 传统的外入内法 救不了大明 因为张江陵 已经是500年最强的了 大明不可能再出一个 比张居正更强的宰相了 王熙觉虽然自负宰府之才 确实也清楚自己 远不如张相公多疑 所以他相信 自己为相 最多也就是做一个表胡将 不可能为大明找到答案的 灰心丧气之时 他发现了江南集团 开创的新世界 难道这才是大明这道 超纲题的正确答案吗 科学细胞严重匮乏的王大厨 在大雪纷飞当中 扬天长笑 求啊 这道题太难了 我不会啊 但他靠着最朴素的良知 也知道 社会就是应该向前发展的 让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 百姓自然会拥戴你啊 这才是政治家该有的追求 跟玉民武术一比高下立判 但是江南这套玩法 能不能够移植到朝廷呢 王熙觉觉得是不能的 因为张居正的遭遇 已经证明 文官集团拒绝任何 让他们不舒服的改变 除非是把全部的文官罢免 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原则 那不就是江南集团的干部体系吗 王熙觉彻底明白赵浩要干什么了 为了百姓 也因为家族 他不想躺避当车 但是身为天子门生朝廷命官 确实也无法说服自己 跟着他们去革皇帝的命 所以 大厨选择自报 来给皇帝提个醒 经诗 王熙觉那道 因事抗言策命书一上 当时满城轰动 全城上点档子的酒楼都顶不到包厢了 官员们额首相庆 都知道大局已定 那帮严官为什么能力占载府 靠的是太祖赋予他们的特权 靠的是金上的力挺 但不管是太祖的特权 还是金上的力挺 都有一个前提 他们得在道德上站得住脚 用道德来杀伤别人 自己必须要先占据道德高地 所以自来对严官的要求 才干政绩都不是重要的 关键是品行道德 然而 李直他们几个的老师 都因为交出他们来 羞愧得闭门不出了 等于是把他们狠狠地 踢下了道德的高地 还当个屁的严官呢 这拨人头送的呀 属实是让人瞠目结舌呀 李直三人组也在喝酒 本来他们是约了好多科道义 起来他家里面商量的 但是啊自打听说了 张公公差点让皇上给开了瓢了 严官们都是不跟他们凑了 一群枪头草 蠢货 废柴 李直的骂声 穿透了堂屋 在天井当中回荡道 我们不过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 就避之不及了 真是数字不足与谋 这可不是小挫折 丁辞里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闷酒 为老师这么不留情面的挤兑 我们得上本请辞了 这上本不要紧 皇上会未留吗 杨可丽也是忧心忡忡的 应该会吧 我们可都是听皇上的 包括举荐大臣也是 李直摸着山羊胡子道 要是不保我们 往后谁还为皇上卖命啊 别那么自信 皇上可是连自己的师父都要搞的 还会把我们这些没用的废物放在心上 丁辞里已经彻底地消沉了 那就证明我们对皇上还有用 李直忽然猛一拍案 吓了丁辞里一个机灵 打起精神来 天无绝人之路 还没到躺平的时候 你有什么办法 出绝招吗 丁辞里醉眼朦胧 用不着 李直摇了摇头 缓缓地说道 你们可能不知道 前日大玉山报文 皇上寿宫挖出了石头 恐宝座置于石上 被迫停工了 哦 是吗 小丁丁和小洋洋 当时神情一阵 寿宫啊 就是皇帝在世之日 给自己玉柱的灵秦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不过是寻着祖宗成立罢了 皇陵是国家的代表 江山的象征 所以皇陵的选址与营建 是与国家的安危兴衰 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是由最高级别的官员负总责的 那现在地宫挖掘到了岩石层 说明当初选址就有问题 从风水的角度说 是大大的不吉利的 负责选址的官员 自然是要谢罪的 那么应该负总责的是谁呢 当时的营建正副使 分别是定国公徐文弼 和太氏张居正 徐文弼这种勋贵啊 都是挂名的 一切的决定 肯定是张居正来做的 这一定是惊人的独谋失算 死了 也要破坏我大明的国运呢 杨克利激动的是咩咩直叫 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 绝对是用心不良 良心大大的坏了 丁此旅啊 也是感觉到自己又行了 更妙的是 接任张居正的赵守正 居然试图隐瞒此事 理直得意地笑道 向营建受工的军民 下了封口令不说 还不许官员讨论上奏此事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杨阳和小丁丁一起问道 我妈 自然是有我的消息来源 总之 这事是真的 前日 我亲自跑了一趟大御山 那里确实已经停工了 还用御史的身份 吓唬几个民夫 拿到了他们挖出山石的证词 说着 李直将几份 按了手印的口供 递到他俩的面前 高 实在是高 真他们严谨 杨可丽和丁丝吕拿起来 一看不禁大拇指指数道 这下一箭双雕 极限反杀呀 就说了天无绝人之路吧 李直得意地又拿出 他写好的诞章 给两人过目道 二位瞧瞧 没问题就连数吧 没问题 又是一篇雄文 两人快速看完 九卓仆人奉上了笔墨 在李直的名字旁边 数上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 三人乘上辞诚 说自己不适合在担任 阎官的同时 又将联名弹章给递了上去 弹劾张居正用心险恶 在皇上授公悬旨上作梗 事发之后 赵守正为了替他们遮掩 还下了封口令 实在是欺君网上 然后满心期待着局势的翻转 这弹章一递上去 在家和作家下棋的赵守正 很快就得到了消息 这赵守府听完了之后 摸着胡子 扮上合不拢嘴 这玩儿现在是修仙了吗 好一阵子他才难难地说道 非但会拿千里传鹰之术 还能射人心魄了吗 第2107章 火辣辣的警告 上 把他能的 吴承恩哼了一声 心说 千里传鹰有什么好的 画家去了江南 还天天隔空催更 哦对 他现在去了仙罗 是不是请当地巫师 给那三人下了枪头啊 赵守正又猜测到 吴承恩一口茶水 没喷到他身上 苦笑连连 怎么可能啊 那他们三个 怎么会昏招迭出 一个劲地自寻死路呢 不过是三个 急于出头的小角色而已 令狼都不用亲自出手啊 吹口气 就能将他们玩弄于鼓掌间 我这一板的如来佛 就以令狼为原形 修改的 好家伙 原本他不是猴子吗 这 这就变反派了 谁让他升级太快啊 从大闹天空的主角 变成幕后黑手了 而且啊 佛祖不是反派 是是 你也没影射逝宗皇帝 随便吧 反正书写出来 就任由人分说了 吴承恩叹了口气 不过心情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作家在电报里说呀 江南那边已经开始刻板了 准备掀出西游记第一册了 而且手印就是破天荒的十万册 他还以为自己的书 只能永远作为地下读物传看呢 只是崔庚也更加的理直气壮了呀 我日 仅仅次日 万历皇帝便亲自批复了李直三人的弹章 体现出了难得的高效率 但是看到张承亲自递过来的弹章 三个人却都傻了眼了 只见皇帝批红约 人家是宰相不是风水先生 这种事能怪到他们头上吗 这 李直三人目瞪口袋 结巴地问道 这怎么回事啊 皇上怎么替惊人说话啊 哎呀 说你们三个什么好啊 这张承一脸看白痴的表情道 都说近视是闻取星下凡 你们三个是不是脑袋先着地的呀 三人一愣着才明白 这是骂他们脑子坏掉了呀 还有三位的辞呈 皇上说了 你们不干阎官了也好 便升你们的官 太朴少卿 光禄少卿 红炉少卿 你们三人看着分 但是有一条 记住 千万别再自作聪明 出什么幺蛾子了 张承说完 就要转身而去 请公公名言 我们错在哪了 丁慈吕却是一把拉住了他 双目血红的 且不说这是在名声暗将 把他们调离阎官的位置 更可怕的是圣券消失啊 他们已经在官场上社会性死亡了 没了阎官的身份 没了皇上的庇护 等待他们的将是强倒众人推 破骨万人垂啊 你们只知道张居正是首刃营剑士 却不知道那块万年吉壤是皇上拍板定下来的 张承叹了口气 给这三个可怜虫解惑道 现在明白了吧 自作聪明的蠢货 原来啊 当时张居正考察之后 认为大玉谷的风水不好 将来呢 怕着灵寝不安 请皇上考虑更换到行龙山 但是万历皇帝啊 亲自两次夜灵考察之后 却认为大玉谷大吉啊 还用秦始皇和离山为例 表示啊 不必过于讲究选址 说江山永固在爱民 不在皇陵 张居正听完十分高兴 觉得弟子长大了 这才不坚持己见的 其实万历啊 主要是想要跟张居正变苗头 那是他头一回说服了张居正 为此还高兴了好久呢 现在果然从大玉山挖出石头来 这万历啊 郁闷还来不及呢 这三个会又嚷嚷着 挖出石头是大凶兆 不是哪壶不开梯 哪壶准备让皇上 自罚三杯吗 这三人才明白 为什么赵守正 要遮掩大玉山 挖出石头的事了 那是在替皇帝补锅呀 知道吗 谁给你的消息啊 这不是往死里坑咱们吗 张成一走 丁此旅气急败坏地跺脚道 你也是 人家挖个坑就往里跳 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杨可丽冒出了一句最近京城大剧院热映 徐氏兄弟出品的十二金牌的台词 我 李芝是有口莫辩 无地自容 竟夺门而去 离开督察院后 他却没有回家 而是静职地去了三金会馆 李芝虽然出生在江都 但是祖籍大同 也是回山西参加科举的 比起变态的难直立 山西科举要友好太多了 所以他虽然是总以扬州人自居 其实却是尽党的 那边 刘东兴和楚夫都上了辞城 整天跑在了会馆 吃喝玩了不花钱 还不是美滋滋吗 此时两人正在满脸通红 汗水淋漓 这嘴巴还滋滋的作响的 在哪吃着面呢 虽然老薛天天吃面 但是今天这面却不一样 只见那汤头上啊 还飘着一层光光的红油 哎呀 再看那桌上的醋瓶片 蒜瓣吧之类的 最显眼的位置 还搁着一个玻璃罐罐 里头装着半罐子通红的酱料 上头还贴着醒目的商标 王大厨牌 南洋风味辣椒酱 还印着一个长相 很面熟的大厨 笑容满面的竖着大拇指 不错 正是辣椒酱 说起来啊 此神物早在二十多年前 就从美洲 经欧洲传入了中国了 但是欧洲人呢 比方那阿芳索少校的副官啊 只是拿此物当作观赏盆栽 装点传上单调的空间 所以呢 此等神物也迟迟没有 进入大明百姓的食谱 主要是因其辛辣而担心有毒 但是赵浩来的就不一样了呀 他反手一个一键三连 下令南洋植物研究所对于辣椒 进行示众示范和推广 农业系统的这波操作已经十分熟练了 何况辣椒天皇巨星的实力摆在那儿呢 几年的功夫便成为了南洋百姓餐桌上的新宠 在那种常年潮湿闷热的环境之下 辣椒简直就是食欲的拯救者身体的出师器呀 不过嘛 因为江浙敏约的饮食都是偏清淡的 所以目前在大陆还未有大规模的饮中 辣椒酱更是北方人都没有见过的稀罕物 前几日 赵家胡同忽然来人送了几瓶 说是集团的新产品吃面最配 请老星们提提意见 这刘东兴和楚夫是何等人物啊 岂能不明白小哥老是在含蓄地提醒他们要遵守约定 待到王熙觉开炮之后 他们才恍然意识到 辣椒酱瓶子上的那个王大厨不正是王熙觉吗 就彻底明白了 这是小哥老火辣辣的警告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玩意味道啊 霸道惨了 吃面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勺啊 枪比老心的爸爸都不心疼啊 第2108章 火辣辣的警告 瞎 两人正吃着辣椒面 看到李直进来了 楚夫招呼他道 你来了 切了吗 我切 自己求家伙 不切 李直黑着脸 不顾上下的披头质问着公布左侍郎 楚夫道 哪根可从得够了哈 楚夫不悦的皱眉 哪根可不愿赶身吗 李直怒道 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那是黄瑟玄的纸 我当然知道了 楚夫一脸震惊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还以为这是众所周知的呢 确实如此啊 刘东兴点点头 万历十二年十三年 皇上两次夜灵 声势浩大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以为都是张居正说了算呢 理直一时语色 不肯承认自己 那个时候在云南当知县 十分孤陋寡闻 又愤然道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事 后生 不要好心当成驴肝肺 楚夫沉声道 老夫是看你处境艰难 才告诉你这个秘密的 让你一上门 替皇上解围 你只要说 挖出石头是大吉 肯定龙颜大悦 说不定 皇上就帮你们过去这一关了 说着 他瞥了一眼楚夫 你不会没说大吉吧 我想把张居正和赵首席扯进去 所以说是大凶赵 理直颓然道 哎 哎 你呀 我说你什么好 楚夫是一脸无语的摇头道啊 你说 我都上本 请为刘赵相公了 你 会让你再坑他吗 哎 刘东兴摇头叹气 怎么会出现这种误会呢 真是误会吗 不是坑我吗 理直难难地说道 嗯 楚夫是一脸真诚地点了点头 就当是吧 理直失魂落魄地转身要出去 哎 来都来了 吃碗面再走吧 楚夫在他的背后道 老子最讨厌吃面了 你们这些天天吃面的色巴子 理直大吼一声 扬长而去 哎 这个二不愣居然不喜欢吃面 他一准而不是山西人 至少不是真正的山西人 哎 楚夫摇头叹气呀 色巴子是啥意思啊 刘东兴也摇了摇头 表示听不懂 好一会儿才轻弹了一声道 哎 太亨也真是的 老王都打发他回家了 还叫李如培跟东厂勾勾勾搭搭 这下好了 还得你来清理门户 太亨就是张养蒙 如培呢 就是李直 没办法 小哥老一生气 咱们的铁路就停工了 正太县修好之前 还是老实点吧 正太县修好了 才被他彻底捏住乱蛋了 刘东兴毕竟是宰府 已经明白赵浩是在一步步 给他们套上狗链子 偏生这狗链子 还是他们主动伸头求套的 捏住就捏住吧 楚夫啊 确实很看得开 又往面里面 加了一勺通红的辣椒酱道 就臭能对对吃上辣椒面 额眼认了 哎 刘东兴叹了口气 也赶紧加了一勺辣椒酱 也是 别说白白腕子了 就是骑墙的空间都没了 还是早点加入了事吧 哎 你可是保皇派呀 早点加入才能更好的保皇 若能圣天子垂拱而至 不是为两军之策呀 有点意思 楚夫点了点头 继续呼噜噜地吃面 他觉得呀 刘东兴在咸吃萝卜蛋操心 对老心来说 赶紧修好铁路 才是硬道理 李芝回去啊 那是一宿没睡 丁慈律和杨可丽也是 虽然皇上给他们做了安排 往后夹着尾巴 没脸没皮 总能混得下去 志不计的话 以肆无品官的官衔致士 回家鱼肉香里 欺男霸女就是了呗 但他们像是尝过血的恶狼 疏红脸的赌徒 不愿意就此离开猎场和赌局 第二天 三人组决定放手一搏 打出自己的杀手锏 但他们已经不是严官了 不能够再封闻揍事了 而且啊 那种观天的绯闻 最好还是让东厂上奏更加安全 李芝便是派出家仆 去跟张经的徒子徒孙联系 便是与两人在家中吃酒等消息 院子里的柳条啊 早已经抽清了 柳叶却是烟烟的 无精打采的 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 经狮子入冬以来就缺雨少雪的 开春之后 旱情持续加剧 烟下已经是四月末了 还没有正经的下过雨呢 基辅一带 大地军烈 河流见地 水井也干了十之七八了 一场大旱似乎是在所难免 但是三位阎官并不关心汉情 他们只关心更重要的国家大事 比如说坚定不移地 将岛章运动给推行下去 日头偏西 去跟张经联系的李芝家糊 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怎么样 张公公怎么说 李芝说完 才看到了那个仆人 半边脸肿得高高的 答案是再明白不过了 谁打的 不过他还是问道 这是张公公亲手打的 他说 哪比太后还活着呢 要作死逼扯上他 还说以后再跟你们仨 仆人哭散着个脸 险些把这三个傻逼给说出来 赶紧改口道 再跟这三位老爷合作 他就是个棒锤 唉 三人无奈摆摆手 让仆人推下了 关门之后 李芝叹了口气道 没想到张公这般没胆 没胆的就不是男人哪 丁思吕仰头灌了一杯苦酒 算了 人命了 我准备再上本球去 以太部少卿之事 回家也不算丢人吧 唉 同学同学 杨可丽说着顿了一下不瞒道 不对呀 凭什么你当太部少卿 我当光露少卿啊 这不行不行 因为太部少卿是正四品 光露少卿是正五品 一个红袍一个蓝袍的区别大了去了 怎么不行 我出了多少力 挨了多少骂 品级高一点很合理吧 丁思吕两眼一瞪 放屁 这一声却是理直怒道 老子才是带头大哥 你们敢让我当红炉少卿 因为红炉少卿品级最低 是从无品 行了吧你 不是你瞎带路 我们能都掉沟里去啊 小洋洋和小丁丁反唇相及 三人便是互不相让的对骂了起来 很快发展到了窦欧 噼里啪啦的 毫不热闹啊 其实万历皇帝啊 真不是故意 二逃杀三世的 他呀还真是以为 这仨官职是平级的呢 刑部衙门 老布堂 老布堂 大喜啊 刑部右侍郎张卫 快步的走入了上述关系 却没有在屋门大开的房门当中找到人 家父在后头 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在屋后响起 应该是海中平 这位便是绕到了屋后 只见海瑞父子穿着小瓜裤衩 正吃着脚在挥厨开荒呢 老布堂 这是要种花吗 张卫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种花干嘛 能吃吗 今春青菜太贵了 这空地闲着可惜 开出来种点菜 这海瑞呀 把锄头丢给了儿子 走到了屋墙根的一摞砖上坐下 两脚趴趴对拍脚底的泥土 什么事 哦 险西吧 正是忘了 张卫这才一拍脑袋 拱手笑道 恭喜老布堂 贺喜老布堂 方才宫里有人来传纸说 请布堂明日平台奏队 这可是过了年 皇上第一次见大臣呢 更是之前几位布堂上任 都没有的待遇 第2109章 平台赵队 这不值得夸耀 海瑞淡淡地说道 另外 你不是请次回家了吗 咱们还在衙门 临时有个药案 所以回来加了个班 张卫善善笑道 正要向老布堂请示呢 说吧 海瑞点点头 并未纠缠自己 还没有接印的问题 上月有高文湘公之子高悟本 向南刑部 控告长州书商赵伯坚 骗取其父收稿后 大肆歪曲高文湘公原文 编造许多子虚乌有的罪名 陶制尾书出版 败坏其父生育一案 南刑部结案后 拘传被告 审理拒结 因为事关重大 不敢擅作判决 故而将卷宗和人犯 一并接往北京 张卫便是缓缓地说道 下官接报后 已经初步审阅过了 觉得有必要请布堂示下 海瑞拍干净泥巴 穿上木机起身问道 南刑部问出了什么 那赵伯坚到案后 起先抵死不认 但南刑部问案官 从他家里和书房 搜出了城乡的高新正文稿 却都都找不到 那本书的原稿 却找到了 出自赵伯坚之手 反复突改修抹的 数版草稿 还有他与有人往来的书信 上头提到 他拿到了高新正的手稿 准备趁着岛章风筹出版 大赚一笔 可惜内容太过保守 甚至对张江陵 多有褒奖之词 这样出版既有风险 又不会大卖 所以他决定 根据高肱的文稿 续写一篇敬爆的 病榻一言 一项读者 病榻一言 海瑞花白的胡须 微微颤动 满味地看着张卫 过了一会儿方道 然后呢 这下证据确凿 未免受皮肉之苦 赵伯坚只能供忍不讳 招任自己为谋取暴力 伪造高文湘公一言的事实 张卫被看得心下发毛 面上还得若无其事 在下已已经提审过 那赵伯坚了 又聚集了一份口供 比赵前后并无出入 确实可以结案了 南刑部的动作 什么时候这么快了 上月接到的报案 这个月就审理完毕 把人犯借送进京了 人是直接在苏州 借巡抚兴援审的 押送进京走的海路 是要快些 主要是因为 那尾书涉及龙万之交的 政权交接 以及后来的王大臣案 牵扯到张缝和宫里 杜撰的绘声绘色 如同钦剑一般 已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嗯 这很合理 那你是要请示老夫 此案该怎么判吗 是 还有 要不要请示皇上 主要还是怕 司律剑 把部里的奏书给淹了 想让老夫明天 当面禀报皇上吧 红阳 你真是为你的贵童年 操碎了心啊 什么都瞒不住老布堂 却也不只是单位援府 而是现今北方大汉 装解绝收的危险 越来越大 朝廷却陷入瘫痪 政令不行 一切都是因那本 脱高新政之名杜撰的 并塌一言而起 你还能记着有大汉 真不简单 把卷宗都拿来吧 哎哎 这就去取 张卫赶紧走去外头 叫手下的官吏 把这卷宗给拿进来 看着他匆匆而去的背影 海瑞轻声说道 万万没想到 还真是阳春白雪的阳 不过他答应帮这个忙 不是冲着赵浩的面子 而是他本来就想要解开眼前这个僵局 其实前阵子海瑞都准备去登文古院敲鼓了 这没想到王熙决先自爆了 这大厨一爆 局面实际上已经开了 也就用不着他宰出必杀了 只需要给皇帝送个台阶下就行了 一日 万历皇帝便是在平台召见了海瑞 所谓平台呢 就是剑集殿左右两道 分割外庭内宫的小门 分别名曰 后左门和后右门 因其在剑集殿的三层台基之上 但又在剑集殿的云台之下 故约平台 国朝惯例 皇帝不上朝的时候 有事要召见阁臣等官的时候 就在后左门召见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平台召队 永乐之后 家境之前的历代君王 都在这里召见自己的宰府大臣 商议国家大使的 比较特殊的成化帝 因为宪宗皇帝跟高五 有一样的语言障碍 时常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 把阁老叫到平台商量 但大家来了之后 他却又久久沉默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请阁老回去 这场面是一度十分尴尬 所以有事一般书面交流 不大在平台召队 到了家境年间 世宗皇帝搬到了西院修仙之后 自然就停了平台召队 牧宗皇帝也懒得摆驾出宫 那么麻烦 有事都是叫大臣到乾清宫去说的 其实这是不合规矩的 不过龙庆帝除了高拱张居正 几位老师之外 也不见什么外臣 急之万历皇帝 张居正把平台召队的规矩 给重新立了起来 而且凭他的威严 只要一求见 不管是早晚寒暑 小皇帝马上就得赶紧放下一切 穿戴整齐 呲呲地出来见自己的张老师 这座后门给万历皇帝 留下了十分痛苦的回忆 他觉得这道低矮的宫门 还有呢 每一块地砖 都充满了张居正的气息 所以张居正这一去世 万历马上就停了赵队 足不出户了 就是赵首府平时也见不到皇帝 只能靠着邮件来联系 所以呢 海瑞这次平台赵队 实在是让白官嫉妒 哎呀 令首府落泪呀 其实万历是不想见海瑞的 说实话他挺怕这老头的 那可是活着的门神啊 连他最崇拜的爷爷都敢骂 这骂自己还不跟骂孙子似的 自己还根本不敢还嘴 海瑞就像是一团炽热的火 可以温暖人间 却不能够靠得太近 不然的话 会被他烧光一切伪装 找得内心的不堪和阴暗 先毫避现 除非你是真金 不怕火炼 万历很有自知之明 自己算什么真金呢 只有一身的五花肉 把这海瑞弄到眼前 那还不得烤得滋滋冒油啊 门什么 当然是要脸朝外贴在大门上 镇宅辟邪的了 而不能够请进屋里面 吓唬自己啊 说白了 海瑞就是他用来证明自己 捣张合法性的一面幌子 万历并没有打算 真用他来治国理政 更不想让他当大明的卫征啊 这万历觉得 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精力 都已经被张居正给耗光了 他现在只想要两耳清静的 宅在后宫 花天酒地 事宜起先呢 万历一个劲的 想要把海瑞往南京安排 可惜啊 这老官 他倔得很 坚决不干 万历这一寻思 反正自己打算谁也不见的 就各家宅着 那海瑞在南京 还是在北京 又有啥的区别吗 其实吧 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海瑞在南京 敲灯文鼓 他就听不见 问题是吧 这万历根本就不知道 紫禁城外 还有敦文鼓这样东西啊 第2110章 海瑞定风波 于是啊 他一时糊涂 让海瑞当了刑部尚书 殊不知啊 这却是他帝王生涯 最英明的决定了 本来呢 万历也没有打算召见海瑞 心说啊 等这阵子过去了 相对其他的尚书那样 下到尚玉 让他不必面胜 直接上任就完事了 没想到 自己想要拉拢的老心 成了缩头乌龟 倚仗的汪汪队 竟是一群战武渣 没几个回合 就让阁部大臣 走得屁滚尿流 一败涂地了 这让万历痛苦无比啊 难道自己 就这样向文官低头 说好不好 听你们的 不捣张了 那样的话 爷爷的棺材板 都要压不住了呀 反正情况 已经不能更糟了 那万历只能是 开门放海瑞咯 朕就是死 也不能够被夏利给撞死 得找一辆兵力啊 朕就是低头 也不能像你们这些 渣渣低头 得找一个配得上的人 来受降啊 放眼大明 唯有这柄 曾刺向他爷爷 还能够全身而退的 大明神剑 有这个资格了 左后门下 万历是怀着 悲壮的心情 坐在龙椅上 看着那活门神的 昂首挺胸 走上一层层台积的呀 让他骂两句 不掉价 爷爷都让他骂过 万历下意识的 小声嘟囔的 忍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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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是在听门神唱戏了 身后势力的张红 暗暗咋舌 心说 这到底是谁 召见谁啊 很快 海瑞来到了平台上 向皇帝 行叩拜大礼 礼毕万历便是赶紧 让张红 扶起了老大人 又赐了座 他和颜悦色的呀 又问着海瑞 今年高寿了呀 身体如何 是什么时候进京的呀 海瑞一一作答 说呀 我他妈都已经来俩月了 这万历啊 便是结识说 哎呀 自己开春之后啊 身体不太好 一直都没有上朝 耽误了召见海公了 真是抱歉抱歉啊 这不才刚刚前遇啊 就赶紧来见一见了 天下闻名的 海青天的嘛 那这性子 听完了皇帝的寒暄 这海瑞啊 便是直入主题了 说自己今日面圣 还带了一桩案子 来禀明陛下 这万历心中 咯噔一声啊 按道 哎呦哎呦我的天呐 大的来了哟 然而呢 海瑞啊 并没有拿皇帝 送上门来的人头 作为一个 已经活着封神的老人 他已经不需要刷身亡了 此番进京海瑞 只想让皇帝好生做个人 千万别自取灭亡 想要做到这一点呢 跟皇帝良好的沟通 是个前提 所以海瑞用一种 很平和的语气 向万历 奏禀了七波经案的情况 告诉他呀 现已查明 并踏遗言 系尾书 啊 真的是尾书吗 这万历一时啊 还是有一些 接受不了的 是 除了当事人的口供 和证据外 老臣 已经仔细比对过了 并踏遗言 与高拱手稿的记载 多有出入 也与实际情况 有很多不符 海瑞便是传声道 譬如 一言中 冯保 缴照之说 在高拱手稿中 却说冯保 是领受 顾命的四人之一 陛下当时 已经十岁 先帝 有没有托付冯保 应该有印象吧 还有 陛下登基后 高拱所上的那道 特臣紧妾事仪 以养毙先证书 一言中说 冯保看得很生气 没有送阁 只从中 票出约 知道了 乃不纳之意也 但高拱的文稿中 却明确说 皇上圣旨 是一行的 陈也是在抵抄中 见到过这道奏书 以及陛下批红 所以 一言记载 又错了 这种干系重大的事件 高文香 是断不可能记错的 一言中 却一错再错 更不要说那些 不太关键的地方 一言记载 更是错漏百出 甚至 连他出京的时间 都记错了 而偏偏 他的手稿中 却无一错漏 所以 只消考据文本 就能确定 要么是有人 伪造了高拱的遗书 要么 是高拱自己独撰的 不管哪一种 都说明一言 是不可信的 可是 这么简单 就能看穿的 托尾之作 却掀起了 如此恐怖的风暴 将陛下过去 十五年的新政成就 摧残的千疮百孔 也将陛下 现在的朝堂 搅得一地鸡毛 还会让陛下和大明 在未来 不断为此付出代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必须要好好反思一下 这 万利之前压根没有想过 病他遗言真伪的问题 因为他需要 他是真的 所以就不能是假的 却没有想到 南北刑部 已经联手破案了 查明所谓高拱的遗言 其实是一本 错漏百出的伪作 面对此等尴尬的局面 万利只能甩锅道 都是张经的狗奴才 也不查证就 献宝式地呈给朕 这结果 却闹出这么大的误会 真是罪该万死啊 说着他对张红说道 传朕旨意 张经身为东厂敌都 不加甄别 道听耳识 以至于混淆治听 乱我朝廷 姑念其心掌场位 难免生疏 特账六十 以官厚效 诺 张红盲应了一声 正好趁机教训一下 这个得志猖狂的干儿子 万利接着瞎指道 在小于科道 军后见官严士 当故国家大体 勿以私灭功 犯者避罪 待张红记下来之后啊 万利又是一脸感激的 对海瑞道 幸亏海公明察秋毫 朕现在知道 自己误会张先生和大伴了 陛下 张红中公 确实独断专横 目无余子 但他过去十五年 是有大功于设计的 实行的政策 更是已经被证明 于国有益了 而且 他用人眼光独到 不拘一哥 多少出身微寒 却才华卓著著之辈 都在他手下 得到提拔 把这些人 全都拿下 损失最大的 其实是大明和皇上 所以说陛下 岛章的真正受益者 正是那些 掺夺陛下 岛章的人 而不是陛下 本身啊 海公真是一语中递啊 这万利啊 又不是非要挨骂 才能够低头的贱人 见海瑞语气如此柔和 关键是没有 揪着自己不放的意思 当即是忙不迭地点头 然后是苦笑一声啊 其实海公所说 也是朕近来之所想 这几天 朕也是意识到 身边有太多的声音 在蛊惑朕做一些 违背本性的事情 万利这话听得人作呕 而海瑞却是面不改色 所以要清贤臣 袁小人啊 听说陛下自袁旦之后 便再没有见过外臣 自然容易遭人蛊惑 依令百官与宫中离心离德 这才乱象丛生呢 朕也是希望袁小人 亲贤臣 可正如首府所言 百官阴一套阳一套 能像海公这样 至阳无阴者 又有几人呢 朕又如何从百官中 找出贤臣者和人呢 现在朕总觉得他们是别有用心 没几个真正忠于朕的呀 所以更要多召见大臣 花时间去了解贤与不孝 至于忠臣 还是占大多数的 譬如内阁首府赵首正 温和谦让 宫中体国 不恕易志 正是此多事之秋 谢礼阴阳 是功夫一体的不二之选 陛下的当务之急 便是尽快收拾人心 让一切恢复正轨 事者一矣 张文中公的种种 就当是一段历史看待吧 唉 行吧 就一海公的 朕以后 不再纠缠过往恩怨就是了 在柔试 我 试 我 试 试